做藝人也有一點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 但這個世代已經不像我們以前拍戲 不僅只有電視、電影、電台才有機會成為明星 現在基本上有很多直播網 你已經可以自己吸納了很多粉絲 所謂叫做YouTuber 又或者什麼網紅 Blogger 早點就叫做Blogger 寫了一些Blog 寫了一些文字 後期就開了直播 表演自己強的項目 我煮飯我煮飯我表演煮飯給大家看 我彈琴我彈琴我彈琴給大家看 我化妝給大家看 總之有各式各類型的 都是吸納他們有少少明星的特質 我絕對是 因為我一上去就會有很多人關注 對呀 當然啦 我想問如果你覺得那件事自己聰明 即是自己聰明 開個網 譬如當是陳彥霞 養狗大事 養狗聰明 我又有情就拿小公主來 小公主給大家招呼 我們今天幫你梳毛 或者我教人家怎樣剪狗毛 這些都可以好控的 可以的 你的狗很受歡迎 你就不用做了 對呀 到時今天剪了這個妝 美不美呀 就被人拉拉拉拉 不斷拉你 很多人追蹤你 那你就成為了網紅 對呀 因為你每天只做同一件事 絕對是 你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譬如有些人教大家煮飯 教大家剪頭髮 化妝 很多這些 很多 一按下去的話 搜尋的結果有645個結果 很多選擇 拿自己的一技之長 出來做直播 你覺得有沒有錯呢 OK的 今時今日 收錢嗎 收錢的 直播 OK 有些不收的 有些不收的 就是算你的點擊率 來收錢的嘛 Youtube 都會給你 Youtube 都會給你 又或者你每次開直播 有多少人進來呢 然後分廣告給你 都有 有很多種不同的分的方法 國內就是送樓送車嘛 沒錯 國內還有一種 有一個網 叫做愛上吊 就是一個apps來的 就是每看每分鐘 要10元 1分鐘10元 對 很貴 1分鐘10元 看什麼 對 很貴 1分鐘10元 用什麼 1分鐘就10元 用什麼 有些看1分鐘 例如有些懸學家說 我今天教大家擺什麼風水 可能不是1元 我也是 看 10元1分鐘 現在要 很貴啊 5分鐘50元 10分鐘100元 你就一定要在幾分鐘內很精彩 當然一定要 你不要在這裡 等波鐘 你不要在等波鐘 我罵死你了 人家一來就直入了 因為10元1分鐘 當然是貴了 那些人肯看 當然你有必殺技 你唱歌很好 你唱了一首歌 原來三分鐘就給你30元 唱到色飛天 但有人在網上 你說沒有嗎 也有很多人賺了很多錢 內地是很流行的 很流行的 他就會說到第50秒的時候 就是一個 gimmick 那你又要再給他錢看 下個1分鐘 引你再看 其實如果他說 你多人進來看的話 你要想一下 你一個人就1元1分鐘而已 但如果有很多人進來的話 其實他說 賺成幾十萬一個月 幾十萬 就這樣說完學而已 就這樣說完學而已 很容易的 我又沒有逼你 你喜歡你就進來聽聽 每一天他都開 就說開開十多分鐘的話 然後他就不用做了 每天只做十多分鐘 你進來看 或者你又來問問題 你又來問問題的話 我又逐條跟你計算的 所以為什麼呢 我還記得有一天 我開了說 李麗裔、陳怡恆你好 現在新一代 十三歲 至二十歲的青少年人的夢想 就是要做李麗裔和陳怡恆的人 YouTuber 能夠在YouTube裡面 成為熱門搜尋 就是他們一生人的目標 我也覺得是 又不用建功 又不用學歷 其實就是明星 其實當年我可以一償自己的明星夢 現在就是叫YouTuber 有人關注我 所以他們十二歲至十八歲 年輕人最大的夢想 就想成為YouTube裡面的熱門搜尋 但是你們不知不覺做了 不知不覺 人家恨了很久了 人家是寫夢想來的 你有你就不珍惜 我這個夢想送過來給我的 但是我這個夢想我捱了五十年 哈哈哈哈 才有今時今日 對嗎 對呀 還要儲了這麼多廣結善緣 又要認識到他 又要認識到你 大家又來來合合一起做節目 你要計算這些 沒有以為 沒有YouTuber 其實你已經在做 我已經在做 我在出生那一年已經開始在做 努力了五十年 對呀 你又要這樣計算 你多好 你沒有努力過 我沒有努力過 我也是跟了你七八年左右 也有了 也有了 不知不覺 你不跟你的命好 我的命生也好 我們的命苦一點 我們要努力經營 對呀 我們經營了這麼多年 玩樂器嗎 類似這些 是玩樂器 但是用身體的部位來玩 類似這樣 是的 可能 梅梅吹口琴 是的 泰國很多 那些都會 那些是充滿的東西 那些充滿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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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些東西看 你也想看的 看的 但是就不適情的東西 我也猜到是適情的東西 會願意付那麼多錢 我看你一分鐘 十元一分鐘 十元一分鐘 那我想想問 我想有這些 我們只是聽過 這些什麼 妹妹放飛劍 妹妹放飛鏢 妹妹放兩隻白鴿 有琴你 我想都聽了二十多三十年了 有了 真的很久了 那些真是一技之長 這些泰國表演 我想真的聽了二十多三十年了 那就是了 那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人家泰國也流行了二十多三十年了 我反問你 如果不是那麼特別 他流行不流行到二十多三十年了 你還生存到 我說真的 三十年前我都聽到有人去看這些 雖然你說那樣東西已經很久了 但是你也會去 因為它有一點沉憂探秘的感覺 有古靈珍怪是東南亞的那種感覺 就是等於你說說鬼故 我都說了十幾二十年了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我出來都會繼續想聽呢 就是這件事 不知道為什麼對於人 是會有一種吸引力的 一個就是鬼 一個就是性 一種神秘感 一種東西是沒得好說的 與生俱來的 你說那個女生穿得清涼一點 出來拍張照的話 你都會看的 為什麼呢 就等於 例如李麗蕊 他剛剛去完泰國 他就告訴一個朋友 Sami 我上次不打不撞進去 嚇死我了 我坐在前面看 一聲 然後妹妹有兩隻白鴿 一聲就走出來 你信不信啊 Sami說不信啊 你說謊 哪有裝到白鴿在裡面 是呀 我親眼看的 Sami沒想到叫你來帶她去看 是啊 你說到這樣 一隻一隻一隻就成團了 一隻一隻一隻 你永遠是叫做 人有一種叫做大開眼界的 你自己做不到 不等於別人做不到嘛 那我也不想做到 做到來幹什麼 我又不想 好像她這樣呢 一千萬啊 半年裡面是賺一千萬呢 所以最近就是有人這樣了 就用妹妹出來表演了 她是每分鐘十元人民幣 半年就已經賺到一千萬了 可以讓你這樣 在一些社交媒體上 搞這樣的事情 妹妹表演了 露出你的身體器官 還是你真的妹妹啊 不是 她是下面的妹妹 妹妹表演 但是真的露出來了 是的 她就用妹妹表演 然後在四川 最近倒破了網絡直播 這個叫做 妹妹淫攝表演案 抓了這個女子 這個女主播 每天透過這個直播平台 每分鐘十元 就是港幣十二元 收費 吸盒 她半年裡面已經賺了 她真的戴落袋裡面 已經有八百萬 這個人民幣了 已經過了一千萬港幣 她用半年的時間 已經賺了一千萬了 你就知道多少人想看 都說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馬蘭奴是喜歡看這些東西的 但是 這樣的風氣不是那麼好 是啊 當然是不好 我又不明白 馬蘭奴為什麼這麼喜歡看 開氣水啊 放白甲啊 因為她老婆不懂 對呀 她老婆做不到 她老婆做到 她老婆不會去看別人 她老婆也懂得開氣水 但是要用開氣水的 開平氣 開平氣才能開到 如果她老婆可以教育開平氣 再開那支汽水 有多厲害 好噁心 那她又不會給10元去看別人 她叫老婆出來做 就直接開直播 當然啦 到最後 原來每晚七點鐘 現在倒破了這個集團 每晚七點鐘之後 她們會穿得很暴露的衣著 低俗的行為 做直播 當然就是妹妹表演 妹妹表演 放白甲 妹妹表演 預告就是這樣 對呀 今晚上演 今晚見 今晚見 妹妹今晚見 八點鐘 你走來 今晚晚點 大妹妹出來 對呀 對呀 直播中 一定要有些人 半推半就 妹妹 吹蠟燭 送什麼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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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車子給我 送兩份禮物給我 單獨給你看 單獨給你看 可以這樣嗎 對呀 單獨給你看 國內的平台可以 即是單獨給他看 這樣玩法 哇 即是馬上按給他看 其他沒有送禮物 就看不到 如果同時有三個人 都送那份禮物給他 那他就開三個給你看 哦 挺好的 所以他半年內賺了一千萬 難怪 而這個就是 四川的駱山市公安 已經被拘捕了 這是一個什麼年紀的女性呢 我看了個樣子 是年輕女 大約 二十多歲 按憑樣貌 肉的質地 所有東西 就是二十五歲左右 哦 年輕女 是否假樣的 不假樣 又不假樣的 不假樣的 即是單憑自己的一技之長出來表演 你說好不算 醜也不算 就是一個年輕小女 有一技之長 年輕小女 帶了妹妹出來表演 就是這樣 賭破了 拉了 當然要拉了 那這些是自己一流一的 是的 自己一個嘛 有技之長嘛 他沒有其他展會 你真的問得好 原來是集團經營 哦 是很多個這些 會好像這樣 有人操控的 後面 就是這樣 賺大錢的 我先訓練一下你 你自己 不是那些訓練的 哦 好像馬戲團那些 訓練你 要人們進來訓練 訓練了 才是表演 是的 那個步驟是怎樣 教你怎樣按禮物 按單給人看 這樣 有訓練的 你說訓練 怎樣按制 不是訓練怎樣去開汽水 你想去嗎 要訓練開汽水 當然是訓練開汽水 當然是訓練開汽水 哦 那但是 好像一些偽訓班 是的 我們現在招募 就是有些妹妹開汽水的 網紅 弟弟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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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在那裡 你看這個幾噸蠢的 這個車 有人送禮物 我就拉給你 謝謝師傅 都可以開這個S 好可怕 是不是 辣油滾水 沒事 那些 再拉那輛車走 那些 很多這些 哇 看不少這些片 很厲害 但是我想說 你每天這樣表演 你一定要一天新鮮過一天 是的 你沒理由每天都是汽水瓶 我也看過 我還怎會再看 不是的 你今天拉一隻 明天拉兩個汽水瓶 然後拉一盆 日日都一定要比昨天精彩 要有新的 這些直播的平台 可取之處就是怎樣 你問你是否每次看這些人唱歌 都一定可以 有時候會失手 妹妹失手都可以 OK 可以NG再來 不用了 明天再開始 明天再來 大家鼓勵我 是的 我是幾個小時內 我一定會做到的 我今天苦練 明天我約定大家 準時 今晚見 妹妹今晚見 約定大家 哈哈 明天就在聲淚區下 離開 我昨晚練了一晚 不知道今天行不行 有多少人鼓勵我 有多少人鼓勵我 是的 不如鼓勵我 鼓勵我 送些東西給我 越多鼓勵的話 我想我一定會吹到的蠟燭 哈哈 是啊 很難說的 這些事情 不是一定要成功 是的 失敗都可以 如果你不成功 很勵志 對 人家都會叫你退錢 勵志色情網集 哈哈 起碼如果你不成功 別人說退錢 退錢 不會這樣 沒有得退的 怎麼退呢 不會說 霸不看霸不看 騙錢的 沒有得退的 沒有了道 因為你只要進來 跟他搭散 他就每分鐘收錢 還有你送出去的東西 都收不回 只是鼓勵鼓勵的 都鼓勵了一分鐘 是啊 不錯 這是前奏 沒錯 然後你開了之後 差不多了 我現在快要表演了 差不多了 都還沒開 一分鐘就過了 你那時沒有試過打電話嗎 我試過 737那些嗎 是啊 有 其實和你聊天哥是一個肥婆 不是 你知不知道 那時電視 那時我試打的 他叫什麼 什麼話 偵探神偷 偵探神偷也有 神算也有 知道什麼年紀 沒錯 知道什麼年紀 但我去玩 他每六秒六毫 但是你的單 最低限度是六十元 哦 即是你打通 他已經先收你六十元 不是 他會一直 六秒六毫 不是的 是錄音 錄音 是你玩的嗎 是錄音 那不是很好賺嗎 就是了 好賺到瘋了 你知不知道 那個錄音 其實我相信 你每個打去都是這個錄音 有多難找我 但你知不知道 他怎樣打到你 你不會收線 不知道啊 小朋友 我就是神算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知道你的年紀呢 是不是 我猜你不相信 小朋友 我就是神算 你現在一定在懷疑我 你不是說我的 你首先 按一字 我就會猜到你幾歲了 我都知道你是一個聽話的小朋友 按一字 我猜不到你幾歲 哈哈 比我合了 不過 你按二字 我就會猜到你幾歲 又在這裏 一路在這裏 差不多兩三分鐘後 他才開始叫你進入電話的計算方法 到尾真的能夠計算 但一定要你前面的過了 起碼剁了你三分鐘,起碼收了你六十元 那些小朋友會不會放棄的 你都不開始計算 小朋友真的沒有這樣知道你有什麼騙的錢 怎會知道 他又不用付 每六秒六毫其實很多錢 六秒六毫,即是一秒一毫 一分鐘就六元 他自己跟你聊了十分鐘就六十元 但他怎樣也能夠燈到你五至八分鐘 他怎樣也能夠燈到 所以聽大家的風俗,你們是便宜過玩的 如果我們是一秒一毫 也不止一日是七元 至少我們不會燈你 我們不會燈你光了 你按一字 何小姐就會接聽你的電話 我也知道你是很乖 你按二字 就看到陳彥彤的聲音 你按三次就看到村長的樣子 我們起碼不燈你波鐘 這次四川倒破了這個 叫妹妹表演的直播 也拘捕了整個集團 整個集團經營 會訓練一些姐姐出來 找妹妹表演給你看 整個集團被拘捕了 如果他們拘捕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在網上發放任蝕片段 對 對 對 嗯